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花花公子杂志的这个创办人 我们觉得他之所以说对我们会有一定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就是他的这本杂志从根本上动摇了和改变了 我们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男性对于性的一个看法 这个词话怎么说呢 这个对于性的态度呢 事实上一般来说总是分成两个世界 一个地下世界 一个是一般的民众世界 所谓地下世界就是说重情声色 这个三七九切 这个是从古道有 中外均有地下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面你无所顾忌 但是除此以外呢 应该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 我们一般正常的世界 在正常世界里面 大家对性这个问题是尾默如深 大家都不提 我们讲西方 一直到了1950年代 大家这样讲性都极为少 在美国的电影院里面 那个他所放映的正式的大片里面 这个结吻的镜头呢 也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少 特别是暴露性的镜头 当时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情况 这个哈佛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突发点呢 也就是说他想办法 能够把这个主题面临出来 那么60年代他找了这个 美国的影星马利莱梦露 和他给他拍了一些 他的早期的这种暴露性的照片 那么这些照片 登在这个花花公子的封面和礼封 那么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震动 这就是一个整个世界 给他挑乱的一个开始 我们呢身为华人 我们还是讲讲这个 哈佛纳对于我们华人的这个影响 他大概有多大 那个我们知道最早的登出了 一个华人的这样的半裸的 或者是暴露上半生的这个照片 这个是这一期的 Playboy 这个是在1986年 当时登的这个明星呢 他的名字叫Olivia Chang 那就是第一个上的这个 花花公子的这个 这个或兔女郎 等于是 这是第一个 1986年Olivia Chang 那么自从这个以后呢 就有部分的华裔的 或者亚裔的面孔 是出现在这个 这个花花公子上面 这个跟着呢 他这个花公子呢 慢慢他改变自己 就是不是一本单纯的性杂志 并且呢也有很多访谈的杂志 他那边变成一本 男人读的一本 一本内容 比方说里面讲了很多男性的 奢侈品的品牌呀 讲了很多这些 产品的用法呀 等等这些 那么这个就形成了 他的一个 一个套路 我自己感觉到这个 自从亚洲版 或者香港版出来以后 他的确呢 是有一些很大的突破 因为他的面子够 那么所以呢 他是做了几期 1990年代的时候 大概是1979年 这个他首先是做了 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香港的这个 比美的一个冠军 Miss Hong Kong 去做了一个无上装的 一个topless的这样的一张照片 是放在这个杂志上面 那么这张照片呢 事实上在香港都不可能拍 那当时香港的一个管制 严峻的时候是不可能拍的 那么他的这个 这张Miss Hong Kong的这个照片呢 整个拍摄过程呢 是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但是他慢慢的就走上了一个 一步步的路 那我们说1979年 这是第一步 1986年就出现了 第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明星 Olivia Chang 这么就开始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由于这张在菲律宾的 无上装的这张照片 使得这一期的这个花公子 他的消息量呢 就是两天就全卖光了 卖了五万本在香港 可见市场当时是 接受这个杂志的 那么在1990年代的 这个杂志里面 他呢就是有几个重大的突破 第一个突破呢 就是在1993年的这一月号 里面他是把这个 张曼玉变成了他的封面女郎 那张曼玉是香港小姐竞选的 好像是第三名吧 这个时候到1993年 他已经进入了香港电影界 已经变成一个明星 那么张曼玉呢登上了这个 Playboy的这个封面女郎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告诉他这个杂志不是一个 只是给男人拿来 拿来欣赏裸体的杂志 而这个杂志里面会有很多的内容 这一期93年有一期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他采访了两个非常重要的 电影明星一个是张国荣还有一个是梁朝伟 他访问了这两个 以后的几刊陆续的访问了这些香港最好的明星 不一定是女的也有很多男的明星 那么这个他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么的一个收视率 当然这个我们说花花公子的最大的改变 就是改变了人们对于这个女性身体的一个看法 因为以前是尾墨延伸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可以买来欣赏等等 花花公子的这个总裁哈佛纳 他是1926年出生的到这个月 这个9月份在洛杉矶好莱坞的家里 在很平静的情况下去世 这个享年呢应该是90多岁了 他是在91岁 1926年生的 2017年去世的91岁 这个也算是高寿了 那个他这做过很多事情 他这一个人一辈子我们知道他结过三次婚 三次婚呢都是非常年轻的女郎 都是很貌美的女郎 并且年纪都比他小很多 他在第三任妻子比他小26岁 那当然做一个花花公子的老板 这个不足为奇啊 过着很奢华的生活 也赚到了很多钱 改变了我们世界人 特别是男人对于性的一些观念 并且呢增加了一种男人娱乐性的杂志 这个杂志里面包括美食啊 报告等等其其他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内容 他的大手笔是2000年曾经在澳门开了一个豪宅 就是这个是就是花花公子俱乐部在澳门 但是呢这个俱乐部在澳门开了以后呢 过了几年呢就是非常是亏本啊 就说这个东西在澳门完全不符水土啊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啊 也就是他在想到亚洲进军的一个失败 大家知道这本杂志在很多地方是被禁止的 在伊斯兰国家地方这本杂志是绝对被禁止的 这个不能够拿出来 在很多这个道德管理很严的国家里面 也是被禁止的 不过平行所说花花公子算不算一本这种 呃性杂志 它其实就是一本情色杂志 呃裸体也非常的有限制 并不是那种挑 煽动性的只是呃表露人体美的 但这个杂志基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 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啊 啊那么今天这个呃 哈佛纳已经去世了 哈佛纳去世的时候 他要求呃埋在什么地方呢 他在这个玛丽兰梦路去世以后呢 他就在玛丽兰梦路的那个墓啊 他葬的那个墓 在好莱坞公墓的旁边呢 他就买了块地买了个crisp 他就买了这块地 他就说我将来我要睡在玛丽兰梦路的旁边 因为玛丽兰梦路是一个人葬在那里 那么而他觉得玛丽兰梦路是帮他这个杂志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 因为他愿意现身给他当了第一期杂志的这个封面 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就有了这个遗嘱 那么估计这几天呢 他的玛丽兰梦路就会被放在玛丽兰梦路的这个墓穴的旁边 那永久呢 陪伴着玛丽兰梦路 他这个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下面讲一个1968年他曾经看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星 叫做Bobby Benton Bobby Benton当时24岁 Bobby Benton他就跟他求婚 Bobby Benton说我从来没有跟这个24岁以下的男人去date 去约会过那么这个哈佛纳呢也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也是的 我从来没有跟24岁以下的女孩子 24岁以上的女孩子约过 也就告诉你你不要因为年轻 我交往的女孩子都比你年纪小很多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已经羡慕了 我们在这里的纪念 这个哈佛纳就在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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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